那是一個概念 就是要做衛京總部 那叫主席對不對 對 好 現在主席快被幹掉了 好不好 真的嗎 是 然後我再跟你講一個發展 他講是一套 後面做是一套 陳瑞榮 請問他這邊抗議嘛 說你們照合約來 意思說我慢慢付利息 你不要吹我的本金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連話對不對 好 那請問他這樣講以後 到了過下個月 11月的時候 會不會吹他本金 會 那吹他本金之後 繳不出來怎麼樣 重大訊息 跳票喔 就中始化了 每一分錢都中始化出的喔 那等於是 沈慶金簽了個70億的本票嘛 這一定跳嘛 跳了以後是中始化 連帶遭殃 中始化是上市公司喔 那會怎樣 那會不會變成 雞蛋水稿股 全額稿股股再搞下去 那今天會搞下去 那會對誰不利 第一個叫做 有30%股份的 那個叫做 沈慶金嘛 那第二 如果那誰是稅有發言權 會拍賣 誰有資格拍賣 那叫做台新喔 那叫做那個星光 星光後面的有錢人 叫台新喔 那拍賣以後 誰好誰壞 這個商業行為 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好 那現在 因為他因為他所有的精華總部 那個那個總部裡面的人啊 高幹都被陳雷榮幹掉了 真的嗎 都離職了 財務長什麼都離職 所以精華總部已經沒有人了 那這些人被幹掉以後 大家找我陳情 就原本是沈慶金的親信 找我陳情幹嘛 因為他說律師的線斷 他們這些都見不到 無法透過律師而傳達 訊息給沈慶金了 沈慶金無法法號指令 透過律師而來講 因為他人都被幹光了 他那個元帥 光感元帥已經沒有兵了 好不好 那我在節目就呼籲 拜託那個三台跟您是 沈慶金看得到這四台 看不到你們三例 這個節目 請他們那些新聞 把你我們今天講的話 轉成新聞 他就看得到了 沈慶金唯一看得到 是這個東西 所以放下屠刀 莉莉成佛 二十趴不要了 像曲出發那樣講 現在卷出發那樣講 不要了我就七一二 你還有善終 你不要什麼都不知道被判 而且他有一條 特別背信罪 那個是七年以上 行會很低 然後那加上 對 行會比較低 那如果這些銀行團 跟陳潤勇要幹掉你 你什麼都沒有 你的晚年是可憐的 你不必死在裡面 你要活得出來 爭自己的財產 那雅柯文哲 那個二十趴的還給市政府 那個髒的容積 你說那個獨根 那個違法 這個才是做事情的態度 好不好 我在這邊呼籲沈慶金 蔣市長他的角色 為什麼在這個事情裡面 他應該要很有決斷 可是他的存在感很低 但是因為又提到了朱雅虎 沈慶晶這些人 小平哥認識朱雅虎 然後你看到這個 沈慶晶昨天又被提訓出來 然後就很可憐 做一個輪椅 但是聽說他其實都沒有土石 對不對 因為他都已經病成這樣了 他也快被陳瑞隆幹掉 我跟你講 這個四點七億跟之前 這個從這個不管鼎月 或是說中史化 或中華工程的子公司或孫公司 子公司孫公司如果廣義算是 上市公司的錢的話 那個是特別背心罪 特別背心罪 如果陳瑞隆也不要以為你沒事 你知道我的大概念 如果是那個錢是跟那個 上市公司有關係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現在因為他們現在都見不到 神經經的 對 而且金華總部是一個三支柱子 很厲害 叫做金華城 價值一千多億 叫做中史化 上市公司叫中華工程 那是一個概念 就是叫做微金總部 那叫主席對不對 對 好 現在主席快被幹掉了 好不好 真的嗎 是 然後我再跟你講一個發展 他講是一套 後面做是一套 陳瑞隆 請問他順便抗議嘛 說你們照合約來 意思說我慢慢付利息 你不要吹我的本金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連晃對 好 那請問他這樣講以後 到了過下個月 十一月的時候 會不會吹他本金 會 那吹下本金之後 繳不出來怎麼樣 重大訊息 跳票喔 就中史化的 每一分錢都中史化出的喔 那等於是 陳慶晶簽了個七十億的本票嘛 這一定跳嘛 跳了以後是中史化 連帶遭殃 中史化是上市公司喔 對 那會怎樣 那會不會變成 金蛋水 那個水腳股 全額交股再搞下去 對 那今天會搞下去 那會對誰不利 第一個叫做 有三十趴股份的 那個叫做審慶金嘛 對 那第二 如果 那誰是稅有發言權 會拍賣 誰有資格拍賣 那叫做台新喔 那叫做那個星光 星光後面的有錢人 叫台新喔 那拍賣以後 誰好誰壞 這個商業行為 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好 那現在因為他 因為他所有的精華總部 那個那個總部 裡面的人高幹 都被陳對榮幹掉了 真的嗎 都離職了 財務長什麼都離職 所以精華總部已經沒有人了 那這些人被幹掉以後 大家找我陳情 就原本是沈慶金的親信 找我陳情幹嘛 因為他說 律師的線段 他們這些都見不到 無法透過律師 而傳達訊息跟沈慶金 沈慶金無法法號 時令透過律師而來講 因為他人都被幹光了 他的元帥 光感元帥 已經沒有兵了 好不好 那我在節目就呼籲 拜託那個三臺跟您是 沈慶金看得到這四臺 看不到你們三例 這個節目 請他們那些台新聞 把你我們今天講的話 轉成新聞 他就看得到了 沈慶金唯一看得到 是這個東西 所以放下屠刀 立立成否 二十趴不要了 像曲出發那樣講 現在卷出發那樣講 不要了我就七一二 你還有善終 你不要什麼都不知道被判 而且他有一條 特別背信罪 那個是七年以上 行費很低 然後那加上 對 行費比較低 那如果這些銀行團 跟陳潤勇要幹掉你 你什麼都沒有 你的晚年是可憐的 你不必死在裡面 你要活得出來 爭自己的財產 那雅柯問責 那個二十趴的還給市政府 那個髒的容積 你說那個都跟那個違法 不 這個才是做事情的態度好不好 我在這邊呼籲審慶金 小平哥講得很展翼的 髒的二十八 髒的二十八 那是違法還不髒嗎 那個容積 好 但是爭議就是在那二十八 就是那二十八 所以要請教一下阿黃 那二十八因為 髒不髒 反正就是有爭議 對 有爭議 可是蔣萬安 作為一個台北市長 他不是應該更主動去協調 去跟這個精華層面協調一下說 那二十八有有疑義 要不然你就先把二十八砍掉 先不要蓋 可是他現在還在蓋 一直蓋 其實蔣萬安現在手上可用的武器 非常的多 但是蔣萬安不曉得是因為 他不會用還是不敢用 第一個武器就是 經整個微晶集團的資金流的壓力 因為我們知道 沈靜靜像是玩 他習慣玩高財務槓槓 對 所以這個集團看似很大 但事實上他現金流並不高 沒有現金 對 你看 中石化現在股價一股才6.57元 已經比一顆茶葉蛋還便宜了 可能才吃不到一顆水餃 現在水餃可能有些一顆都七八塊了 瞎人的吃不到 對 一定吃不到 對 可能只能吃那個就是樹餃子 比較便宜一點 就有肉的可能就吃不起了 在山海有融資 所以對於一個上市公司來講 他的現金來源最大什麼 就是他的股價 我們知道台積電昨天收盤之後 那個市值已經突破兩兆台幣 所以他的股價低 代表他的現帳上現金會越來越少 對 那這個是講完第一個武器 今天如果說我是主辦的星光銀行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台信電星光又結清了 變成一家了 如果我是主辦的星光銀行 或是將來的合併之後的 負責的管事的人 我一定從下禮拜開始 在不違約的情況之下 或是從下個月開始 我進行之內叫你還本金 因為你土地被假扣押了 你的房子蓋好也沒用 你好啦 多20%給你蓋 給你多蓋200%也沒用 你賣不掉 對 因為不會有人去買這種房子 銀行突然嚇都嚇了 對啊 好 我跟你講 我如果是星光集團的話 我跟你講我睡覺 做夢都會流口水 我要這塊地 這塊地多好啊 超好的 這塊地我規規矩矩的蓋 20%那個小評講 那個髒的容積率我不要 我規規矩矩的蓋 躺著可以賺500億以上 對 而且你別忘了 星光在整個信義區 有幾間百貨公司 那是可以連連成一線的 有A8 A11 A3一堆啊 對不對 很熟啊 他的百貨王國 其實是在信義區 會不會弄那個狼道 從那個信義區 要去簽到金華這邊 哇塞 我搞個接駁車就好了 我接駁車半小時開一班啊 對不對 那很簡單的事情嘛 我對對星光來講 我跟你講我睡覺 做夢都會流口水 我要這塊地 對不對 那我斷你贏根嘛 那好 對蔣萬人來講是不是武器 是武器嘛 還有蔣萬人手上還有一個武器 就說好 你現在的確 因為在前一陣子說 是不是要他停工的時候 其實停工不是目的 大家有些人誤會 以為停工是最後的目的 不對 停工是手段 最後的目的要達到 是你這二十趴容積率 你給我吐出來 吐出來 還給台北市 因為說實在的 身為一個常常在台北市出沒的人 我也不希望金華城 那個變成台北的那個秋紅谷 就變 就變一個爛尾 對 然後以後放水養一堆魚 那好像也不對 我們台北真的很大氣 時不時就會看到一些 差一點變爛尾的 就是說我理解蔣萬人身為市長 他也不希望那個地方 就變成一個爛尾了 又爛在那邊 但是停工其實是手段 可是蔣萬人 你不要錯把手段當目的 因為最後要補充提點 徐曉星為什麼那天質詢的時候 好像有意無意在幫忠實話講話 對 外交委會 就是中科院長幫他上 對 幫他上化學課的時候 因為有兩家公司 一個美國 一個是忠實話做 他們一直覺得說 忠實話做得比美國好 跟忠實話股價有沒有關係 大家好好想一想